隨著內地民眾消費力不斷提高 汽車市場迅速增長 北京的打工族要擁有一部車一點都不難 部份人甚至擁有兩到三部車 究竟為什麼呢? 駐北京記者胡天行去了解 北京人多車多 公路上除了巴士、的士 最多的就是私家車 任何時間、任何日子都被他們佔據 在車行來選車的不是什麼富豪 而是普通的打工仔 這款車要說起來 我的感覺應該說這個價格 應該屬於中低檔車吧 應該說十多萬塊錢也不算很困難 用來比較經濟實惠 實際上這樣 買車主要是有什麼考慮? 是代步還是投資? 主要是代步 代步再說也算投資 因為我牽涉了內蒙或一些山區區 在內地買新車比香港便宜得多 好像這輛五人的普通房車一樣 新車的車價只需要七萬五千元人民幣 加上保險、稅和排費 九萬元都不用 所以對於普通的打工仔來說 絕對不是一件難事 車行說內地經濟起飛 百姓生活好了 車已經不再是身份的象徵 而是必需品 近一般在十萬塊錢左右的車 一個月還到一、兩千塊錢就夠了 咱們一般的人具工資都在三、四千 咱們是只一個人 一般的賣車 一般也是接了婚的 有兩口人相互的工資加在一起 大概都在七、八千塊錢 那麼它負擔出來的 應該是在兩、三千塊錢左右 就養這台車 車行負責人又說 內地近年實施減排補貼 令到更多民眾有能力賣車 以他們這間中外合資製造的 韓國汽車為例 前年全年的銷售量只有四萬五千格 去年急增至二十三萬格 今年更加預計可以賣出三十三萬格 亞洲電視處北京記者 胡天行報導 所以這是今咱們 三、二、三、四千 非常出勝的 可惜 至同一